仔細讀一下你這裡的任務 任務有三 第一個 人文科學研究 第二 指導聯絡獎勵學術研究 第三 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 對 這是中研究院的 最重要的使命 最重要的任務 請問中研究院是不是 與民爭利 我想不是 不適合嘛 那不適合 老實講 如果講要R&D 你應該做最上層的 一些所謂的Basic Research吧 基礎研究 是基礎研究 下層的跟業者的合作 那個不應該是你們的工作吧 我沒有在做下層 你們有做育成中心啊 育成中心幹什麼呢 請問你 你幹嘛做育成中心呢 育成中心經濟部的事情 育成中心跟產業的連結 跟你沒有關係啊 育成中心你們的收入 一千多萬 支出高達快五千萬 幹什麼呢 我就不知道 幹什麼呢 國庫一年的净虧損 三千多萬 幹什麼 育成中心 incubator 這是經濟部的事啊 這跟產業連結 你們不需要跟產業那麼高度連結吧 你們要做最上面的 對不對 經濟部工業院 根據你們的研究 做applied research 做development 這是大家都了解的嘛 你很清楚嘛 你們為什麼要搞一個育成中心 我不懂為什麼搞育成中心 這個主要是我們很多這個研發工作 產業沒有辦法承接 因為台灣 你交給經濟部啊 怎麼會 經濟部很多人才啊 沒有嗎 也是一樣 我想這個是台灣目前在生技產業的困境 如果這麼偉大的話 你們就弄個成果出來吧 快三千多萬啊 收入只有一千多萬 支出快五千萬啊 對不對 你弄個成績給我們嘛 如果那麼偉大 對不對 院長 信不信啊 蛤 你負責了 好 因為我時間不多 三十秒講一下 簡單的 主要是這樣 我們的育成中心和一般的育成中心不一樣 OK 我們主要的是把中央研究員的技術 希望把它再進一步的落實 就是一樣嘛 incubator 誰不知道incubator就incubator啊 他希望以後 我的research的結果 不管是basic research applied research 最後development變成 可以commercialize的東西啊 大家都瞭解啊 跟產業很接近 這不是你們的工作啦 這個這個齁 這個齁 這個院長你好好去評估啦齁 來來來 我要請教院長 院長 你好 你的學術地位高 我們跟你尊重 可是當院長 你可能花更多時間在做administration的事情 不是在做你的研究 啊 院長 你要去watch watch closely 你所有的一些 你中院院一些的事情 你知道你們的工程進度 營建工程進度 到現在 11月了耶 快11月了 你知道進度多少嗎 有些工程進度 zero 零 院長 這是你的工作啊 你工作不是 你自己要搞綠色 搞多好啊 你要把 要watch好 結果你們好意思 今年又編了 這四項新建工程 要增加八千多萬 你好意思嗎 你現在幾乎沒完耶 你的營建工程用不完 你根本做不好 執行進度這麼低 執行進度這麼低 然後你還要增加八千多萬 我就不知道 你為什麼還寫這 還要搞霧水下水道啦 改什麼 開股管的什麼 改建工程等等的 新人計畫 要四項八千九百多萬 你們好意思這樣講嗎 有些零耶 到現在為止是零耶 都沒做咧 要不要解釋一下 對 有一些工程的確是 是啊 那為什麼這樣子 你怎麼就沒有去追呢 有有有 這是其他人的工作耶 院長啊 有有有有幾個是 今年六月一上才通過嘛 才通過六月到現在也是快半年啦 所以已經 五個月啦 這個已經決標了 要執行啦 對對對 要執行 到現在零啊 你看 我們到九十六年八月底齁 你還沒有執行的工程 有三里多耶 十一項裡面九項 進度落後 院長 你當院長 你的重心 你的時間的分配 要多一點在 Administration這裡啦 我跟你講坦白話啦 你今天不是一個純粹的一個研究員 不是喔 你是院長喔 你要watch喔 你說當然底下副院長可以幫你做 可以 但是這是你負全責 所有的中原院的一些的問題 你都要負全責 不管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 再來我們看 很多問題啦 中原我們一向對你們是很客氣的 中原算幾乎是沒有什麼刪啦 但今天一定要刪一點啦 院長啊 你出國旅費增加2億多合理嗎 哈 我給你數字齁 我給你數字齁 這個 中原院平均每一個人出國1.76次 一個人的旅費19萬耶 中原有那麼偉大嗎 這麼出國別的部會不敢超過10萬的啦 你們這個單位就一個人就19萬多耶 快20萬耶 數字會說話啊 數字會說話 你覺得合理嗎請問院長 要不要適度的一個刪減 明年的禮費 因為有院士會議 有一個院士會議這個是相當大的開銷 每兩年有一次院士會議 假如把那個 你成長幅度90%耶 幾乎Double咧 一個院會要多少錢嗎 要開一個院會多少錢 你告訴我 差不多4千多萬喔 因為上一次 去年的預算 去年的預算被刪減 好吧那4千多萬就4千多萬 你增加了快9千萬嘛 就給你4千萬好了 給你增加一個院會 通通給你按照你意思 給你5千萬 你也最少可以砍4千萬啦 對不對 院長我現在就告訴你 我今天來這裡質詢的 我就告訴你一件事情 院長做的事情是 第一個依法行政 第二個把你任務搞清楚 你的任務不要與民真利 你們在做最上層的研究 人家才贏得人家尊敬啦 能不能台灣自己突產一兩個 諾貝亞獎的 不要說諾貝亞獎 一定要到美國去念書才得到 這樣才了不起啊 搞幾個專利搞多一點 對不對 啊不要去搞育成中心啦 那個經濟部的做個變軌啊 經濟部啊做個變軌啊 你說經濟部也有生技中心啦 N個生技中心啦 不必跟經濟部搶生意啦 就好像你也不需要跟大學搶生意啦 真的 你們喔 往上看不要往下看啦 真的 往上看你要多少錢都公益 一往下看啦 你多一塊錢我們都不同意啦 經濟部都有意見了真的 我的時間到等一下 坎立專再來 讓吧 希望你�取消息